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熊 翠 怪是它独一无二的自然特色 站在这里可以远眺整座剑山 这也是陕西和四川之间最后一道天然屏障 正是独特的地形地貌 为后来人们玩极限运动提供了最佳的天然条件 从我手的方向来看一下有多多 我现在要爬上去了 我准备好了 本期《美丽乡村》我们一起走进建阁 这一站的旅行就在这里 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公共乡村频道的乡村旅游体验节目 《美丽乡村》 我是依依 一千多年前 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一句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让蜀道名动天下 而人们常说的蜀道 主要是指途经广源建门关的这条建门蜀道 在岁易的变迁中 建门蜀道留下了雄关 漫道 古城和大量的历史故事 它如同一条光艳夺目的金线 把星罗旗部沿线散落的历史文化珍宝 一一串联起来 从今天开始 咱们就开启了度假模式的五一小长假了 本期的《美丽乡村》 我们就给您推荐广源市建阁县 一起去那里欣赏壮美的自然奇观 穿越古今 体验极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建阁争容而摧尾 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这是古诗词对建阁最形象的描述 建阁县位于广源市西南部 有着川北金三角 蜀道明珠等美誉 境内有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建门蜀道 国家5A级景区建门关 和国家4A级景区翠云郎 这也是我们此次旅行将要到达的第一站 为天有涉险 建门天下壮 建门关风景区风光秀美 名人惠翠 大手笔的地壳运动 刻画出世界级鬼斧神功的风丛形 丹霞地貌奇观 即雄 旗 优 秀的自然风光于一体 会汉唐 宋明清的诗人于一帝 景区内包括的景点有72显峰 36幽谷 24绝壁 12齐动 壮丽以你的自然风光 闻名中外 这里就是进入建门关风景区的第一处景点 建门关关楼 刚才我也是一口气爬了200多阶楼梯 才到达这里 现在回头看一下这条悠长的楼梯 我还是必须给自己的坚持点个赞 最关键的是当我站到这里 真的是被眼前的景色所震撼到 您瞧 这雄伟的关楼 掩映在断崖峭壁直入云霄的大美景色中 真的是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要感叹 这就是一幅当关 万幅莫开的壮观景色 建门关爱口形成于白厄纪 是世界罕见的城墙市立岩断崖单侠景观 垂直高度近300米 底部最窄处仅50米的天然爱口 是自然天成的天下第一关爱 是蜀道上最重要的关口 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冷兵器时代从未被正面攻破 蜀汉诸葛亮在此修筑关楼成为军事要塞 1700多年以来 建门关楼屡见屡败又屡回屡见 其通达或关闭 都是天下文化分和和王朝兴衰的情侣表 当漫步于关楼 似乎就穿越了古今兴亡 站在当下就在直面历史现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整个建门关风景区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观景台 站在这里呢 可以远眺整座建山 它东起扎陵江 须至福江 有300里长 这也是陕西和四川之间最后一道天然屏障 一千多年前 唐朝大师人李白的一句 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让蜀道明动天下 古蜀道是历史上由中原通往四川道路的统称 而人们常说的蜀道 主要是指途经广源建门关的这条建门蜀道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古蜀道当中保存最完好的一段 翠云狼 在这条古蜀道上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 比如三国时期 诸葛亮路经我脚下的蜀道北伐 江飞路经此道 飞马前往加盟关 挑灯夜战马超 唐明皇未必安时之乱路经此道 到达了成都 所以现在我漫步在这里 能够感受到历史的沧桑和岁月的悠长 长达一百八十公里 三千多年不曾废弃的蜀道 是目前世界上行程最早 设施最完备 保存最完整 线路最长的交通要道 是名副其实的人类五千年交通史活化史 道义铺亭 战道 蓝马墙 行道术 完成体现出世纪第一古道不可复制的价值 穗云郎的行程历经了两千余年 随着古蜀道的开拓和异道的整修 路两旁留有自然生长的树木 也有后来人工栽植的行道树 逐渐形成了上百里的林荫大道 高大挺拔的古百林 号称三百里城十万树 所以人们也根据他们的掌饰外貌 还有历史故事 取了许多美好的名字 比如以掌饰命名的鸳鸯树 姊妹树 以人物命名的帅大摆 江飞摆 所以真的是形态万千 风姿各异 剑门数到南启成都 北上经广源的第一棵珍宝 就是翠云郎 这里有着举世罕见的自然人文景观 翠云郎 苍烟户 台花英语 诗衣裳 纵观间隔全境 1886株古百 是目前世界上行道树中 树林最古老 树量最多 生长最集中 树种最珍稀 保存最完整的 世界第一生态 文化长廊 在我身旁的这棵古百树 它就是黄百 是翠云郎的百中之王 是秦始皇时期种下的 距今大概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是整条古蜀道当中树林最大的一棵树 大家看 这棵树它的树干是非常的粗壮 然后一直向上延伸 枝繁叶茂 所以在当地也有人们来到这里 祈福许愿的习俗 寓意着美好 平安 翠云郎如苍龙蜿蜒 遮天蔽日 赶四百 枝叶四松 漫游在翠云长廊中 踏着古老的石板蜀道 向秦关汉月 迎唐风送运 怀历史之苍茫 赶岁月之幽长 熊关天造地设 变迁 苍海脏田 千年兴衰之下 这里是人间的历史 来到咱们建门关风景区 还有一个非常惊险刺激的项目 必须要来体验一下的 那就是走一走我身后的这条圆挠道 我也是非常荣幸和有缘 遇到了咱们这一群挑战自我勇气和胆量的队友们 对不对 对 来我们先请咱们的教练跟我们讲一讲 咱们要走这个圆挠道的一些基本的要求和注意事项好吗 我们身上穿的这种装备能动的就手上两把手 别的地方不要动 待会儿走来到上 你要是感觉你的装备有什么问题 人不舒服的话 立马跟我说这第一件事情 现在跟你们说一下怎么操作来看一下 待会儿会两把手挂来钢丝绳上 绳子很自然扒到你的手臂上就行了 双手是手背向上抓铁链这样 直接抓横着铁环外缘部分往前走就行 这是在悬崖峭壁自由的行走吗 当置身于这万丈绝壁之中 才真正感知到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 直面崖壁背临深渊 这是一次感受古人智慧结晶的经历 也是一次领略大美风光的绝佳机会 喜悦的不只是成功 而是从心理禁区迈出的一大步 胜利就在前方了 终于快走到终点 走完整条圆劳道 我大概花费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刚才教练也告诉我 整一条小道最宽的距离 大概是60厘米 最窄的距离只有15厘米 而整个过程我都是在这个崖壁上攀爬 所以我还是挺佩服自己的勇气的 当然了这整个过程一路的风景 不一样的视角 然后你又实现了一次自我挑战 这又是一次旅途当中不一样的体验了 我觉得我之前刚走的那个圆劳道 这会儿再来玩一下这个滑锁 那绝对是小菜一碟 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的 那这会儿帅哥准备好了吗 我先看一下好不好 可以 那你就走吧 来吧 斗礼 好 轮到我了是吗 最后一棒 都走了 有点不敢 还是有点不敢 那绝对是小菜一碟 小菜一碟 小菜一碟 我准备好了 在一阵阵尖叫声中破了胆 伴随着耳边呼呼而过的风声 高处风光 尽收眼底 张开双臂 自由地飞翔 而位于景区山脚下的建门古镇 又是另一个寻游之处了 此时您需要给自己高涨激动的情绪过后 找些许的宁静 仿古风貌的建筑增添了小镇古时的韵味 各类餐饮门店 住宿客栈 为游客们提供了休憩歇脚的方便 在古镇上夺步小转一会儿 总会偶遇那么一件小镇故事的发生 稍作休息 我们继续前往下一站目的地 五指村 美丽幽静的小村落以山命名 境内五指山山顶 一切排列五峰 呈肩圆状 像伸开的五根手指 因而得名五指山 小桥流水 山明水静 任意漫步于哪里 眼前都是一幅田园风景图 一切都是那么宁静美好 品味诗情画意 驱车经过一条小道 再绕几个弯 又来到了另外的一片天地 在我身旁的这个地方 就叫古道安雁亭 是一个隐藏在村落深处的一家民宿 如果不是当地人的介绍 还真的不太容易找到它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去 看一看吧 出道民宿 干净整洁的四合小院 非常的清静 简单大方 又不失雅致的装修特色 可以看出这家主人的用心之处 餐饮 住宿应有尽有 邀约上三五好友 在这里小住一阵子 感受乡村惬意的慢生活 绝对是不错的选择 据说这家民宿的原貌 是一所学校 名字叫飞凤小学 始建于1968年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 学校荒废了 民宿的女主人正式利用废弃的房屋 改建成一家别区特色的民宿 所以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 民宿还是保留了很多学校的元素 比如黑板报啊 门窗都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 当然我也了解到 女主人曾经就读于这所学校 所以她在这里建起一家民宿 也是对母校的怀念和深厚的情谊 带着对民宿别有的感情 我们也将在这里品尝到赫赫有名的建门豆腐宴 要想吃到咱们建门关正宗的豆腐宴 那肯定得先从磨豆腐开始了 您看 这会儿我身后这位大姐 这会儿正在磨豆腐 建门豆腐是建门署道风景名胜区 建门关生产的别具一格的豆腐 建门做豆腐都是用石墨推 拐墨拐 抹出的豆渣少 点出的豆腐不仅量多 而且柔滑水嫩 吃起来上 越是弥足珍贵的美味 外表看上去越是平常无奇 再有厨师精湛的技艺 赋予食材碰撞产生的裂变性奇观 那才是带给全身心的幸福质感 温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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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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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